全国校季运动会去年因疫情关系而取消 今年有12项运动在没有观众的情况下恢复竞赛 教育部长黄勋才早上在弹病天地为运动会举行开幕仪式 1959年创办的全国校季运动会去年首次取消 原定今年2月开跑的赛事在年初又宣布延期 比起往年的29项运动 今年只有12种非接触式运动项目将在采取安全管理措施的情况下进行 黄勋才说如果疫情受控制以及更多人接种疫苗将有望恢复更多项目赛事